欢迎收看夜桥有行 关西旅游三部曲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了 像是奈良还有大阪等地 那这些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地方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被称为宝藏旅游景点 又称为是日本人心灵的故乡 就是三重县 当然夜桥有行也带大家去了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来自日本的高智 哈喽 大家好 以及日本旅游达人艾瑞克 哈喽 大家好 好 这次我们要去心灵故乡 一样是由高智领军 我们来看看他心灵 到底有没有被心疑过呢 请看 好酷哦 我人生第一次来到三重 大家不要觉得三重太远 其实是有了这一张 驾驾 金鉄殿下十余游减的五日圈 就可以轻松地提的 而且是从大阪 大概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到底三重有什么美丽呢 出发吧 Let's go 大家 你们看过全正的人杂吗 欢迎来到 以外的忍者故郷耶 对不对 这边是可以体验的 就是忍者的一些现金 或是极光 还有是可以了解忍者的历史文化这样子 但是呢 不是每一个人都担忍忍者 就是这边可以测试 你能不能当忍者这样子 像我一样就这样子 动作这么快 应该可以当忍者嘛 是不是 那我们走 走吧 Let's go 这边是忍者的误夫 忍者之前住过的地方移到这边 所以是这个里面 是有很多他们的现金 或者是极光这样子 所以是进去的时候 大家也要小心 因为是他们是为了 帝人来的时候准备的 我们也是进去看看吧 走吧 这边是什么地方 看人家操作激光现金 看人家操作激光现金 真的就和电影一样 很有趣耶 喔 很快不见人 是不是 喔 すごい 他们这个好像是墙壁 但是其实是很冷 然后这边是有钥匙 但是这个钥匙是很轻的 所以用这个叶子就可以打开 这样子 来到一鹤流人杂博物馆 一定不能坐过整整的人杂秀 好期待喔 不知道有什么厉害的人 好期待 这边进行幅度 非常精彩 看到我都热血沸腾了啦 听说馆内有修理点的透色体验 一起去看看吧 好 我来给你们看 我的修理器的技术好不好 来 这是暖身吗 好难喔 真的太难了啦 好 我现在要去地下 好像这边是很刻意的气氛 有什么呢 那我们进去吧 好 原来这边是好好参观 一鹤流人杂博物馆 非常适合大人与小孩同乐 可以体验尊重的人数 来想出位充足的人杂秀 如果还觉得亦有危惊 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 早有特色的一鹤铁道吧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这个人杂列叉 然后这个是日本漫画家的 松本类似上设计的 铁路密都叫《Taku no Ichigo》 今天我要打的这个是 Blue Ninja Go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一台是 主要是一个干杯站 到一个上的站之间 然后呢 就是打这一台 我们可以去人杂的世界喔 近铁车车十一间五日圈 就包含了一鹤铁道路段 不需要额外购买车票 划算又方便耶 来到一鹤一定收集 日本白带名称在这边 一个上堂 你们看到的这个屋顶呢 有些人说好像 封环手起吃把的一样子 所以五月之后被称为 是《Hakuho Joe》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呢 很多电影呢 或是时代剧也是拍过喔 这座钱包的特色就是 他们的市场是很高 大概30米这么高 是日本最高的市场之一喔 当时的前族的Toto Takatura 为了对付Toyota Miike的攻击 所以是这个TokuGawa Ieas 就是跟Takatura说 就是要修理这个钱包 所以是他们的钱包的这个 这个市场是这么高的喔 《天首歌》里面 暂时许多与天堂家有关的 历史文物 田径上的书画是 来自日本 知名画家 书画家 政治家们 送给一鹤三叶城的 中间纪念礼 现在来到 第一间独家村 位于三叶县 出席的梅山森林里 好像来到一个 寺外桃园 独家村里面 还提供了 许多休闲与热 有三发灰木香气的温检浴池 还有自助酿酒山 有窑口面包工坊 让柳哥可以品尝最到底的甜然美味 喂 这家饭店跟 就是一个上的観光協会 跟一鹤鉄道合作出来的 一个流星星船里面 有一个其中一个呢 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套餐 就是这一个 人杂麦酒火锅 快吃料理 这个是他们的麦酒 然后这个麦酒 要放在这个火锅里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冒烟的感觉 会不会有感觉 是人杂的感觉喔 就是这个火锅 就叫人杂麦酒火锅这样子 我终于要去伊勅島了 我期待好久 所以呢 我现在要去的观光特集的 它是非常的人气 所以一定要预约喔 我也是今天终于的第一次的体验 是每天从大阪 京都 宁古屋 外分一半到伊勅島 所以是想去三重玩的朋友们 也是别担心喔 哇塞 终于见到了島風了 我刚刚他们一进来的时候 感觉到蓝蓝的七色 然后是他们是 因为是要抢掉淡地的特色 所以是珍珠的白色 跟大海的蓝色 听说里面是很厉害的 我们进去吧 哇 这个椅子又大又舒服耶 好像按摩椅耶 怎么可能吧 这边有可以挑战的耶 我按一下 这边有洞耶 是按摩椅耶 我第一次看到列车山有按摩椅的 你太夸张了吧 竟然是太厉害了 就这样子是 可以是不是好好休息呢 第一阶是警官擦身 采用挑戈设计 搭配前方的大型观景窗 此业超级棒 在行径中 就紧紧地享受眼前美景吧 这列车是特别的 是有咖啡吧 所以是大家肚子 可以来这边吃东西哦 然后它呢 有三下的两层楼 一楼是可以很放松的沙发区 然后二楼是这样可以看风景的 不觉得这样子 一边吃东西 一边看风景很冷吗 而且是他们现在有限定的 这个十九年的饮料 也是很漂亮耶 除了双尖咖啡厅 还有其他不同形式的车厂 包含 湿豆榴莲的沙龙座位 日式宝箱 以及西式宝箱 就算是小团体也能够自在地 工程程车时光哦 更加热烈的是 不只提供丰富的餐点 还有各种沿线的特产 像三种的松阪牛 还有伊式的龙虾 然后连有名的阿卡福克也吃得到哦 然后当然呢 提供历寺便当也有 这一段旅程完全体会到什么叫 乘车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快来体验看看 前所未有的铁道族旅吧 我现在心里很平均哦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边被说 日本人心里的故乡 嗯 真的很好吃耶 没想到就是 酱油跟就是这个香草的 冰淇淋这么大 嗯 你们有看过 整间店找仔猫的吗 太疗愈了 一四仙宫不是指一个工 是内工 外工 还有其他一百二十五个工的总成 也是最高层级的神少欧 这里有外工仙寂的传统 所以是参拜的时候 先去外工 然后再去内工 我刚刚一进来就感觉到 空气中的先生的气息 让我的心也都安静下来了 因为一四仙宫被说 日本人一生必放一次的地方 所以是我们也去参拜吧 再进内工之前 我们一定会经过这个 这个桶 这个桶呢 不是一般的桶 它是人街跟神街的 之间的连接 然后大家 看到那个 路口的很大的鸟居吗 很多人在那边先 线线的一拜 然后再进去 这样子可以吸掉 自己心里的扎念 然后再进去 经过桶的时候 可以看到下面是一四仙宫 我听说 用一四仙宫的水洗手 就可以进化成心 所以这边是很多人 是洗手在进去哦 对 对 对 ぐさあここで伊勢神宮のスタッフの方にですね伊勢神宮について少しお伺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んにち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最初にですね伊勢神宮と言ったら特別な儀式の祀念船宮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那是哪一件事? 是20年一度 神様的住宅 新的社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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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20年周期 必須 常常 神様的 身体 身体 身体で居ていただく フレッシュな状態で居ていただくために 神様もやっぱりフレッシュが 大事です もう一つお伺いしたいのが 伊勢神宮さんって歩いてても 思うんですけど しめ縄ですとか おみくじもないっていうのが 理由があるんですか? しめ縄はもともと昔からない スタイルでしたので 伝統的なスタイルをそのまま おみくじですけども せっかく参拝に来ていただいたのに 基地とか京とかで区別すると 京が出た方はちょっと残念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すよね そうならないように お参りに来ていただいた方は 皆さん基地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 なるほどね 皆さん基地 それはちょっと嬉しいですね なるほど 皆さん分かりましたか? 伊勢神宮の福祉木が 少し理解できた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れは世界の和平です しかし ただ 私たちは この樓梯三樓後の鎮店 は 不難拍照で それは 一種 神明尊重的意識 だから 私たちは 忠敬の心 その樓梯です 大人と言われます 一歓で 一歓で 平均を 一歓で 日本人の親戚を 心の中で 心の中で この樓梯が 私たちの中で それは 私たちが 勉強している だから 皆さんに来て とりあえず ご利用 この樓梯は 大きく 我好像鏡頭也拍不下了 這就是《伊斯神宮》裡面最老的樹 我聽說這樣就可以享受 所以大家如果想享受的話 來這邊摸摸它喔 拜完伊斯神宮之後 一定要來這邊三百多年的老街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熱鬧啊 天秀這裡呢 有很多的印章的美食 還有是特色商店 我們一起去尋報吧 Let's go 拜託你每次過阿卡福 不要就來過伊斯神好不好 所以是第一站一定要來阿卡福本店 阿卡福呢就是紅豆線摸在摩基上面 上面的紋路就是伊斯神宮的風流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いただきます 他們的紅豆線真的是很綿密 然後天而不膩 然後裡面的餅也是太QQ了吧 其實我真的是很愛這個阿卡福的 真的是超好吃 其實伊斯神宮也是很有名的特產 然後最近今天呢 伊斯神宮本部是不只賣醬油喔 還有用醬油做的美味的小吃 連甜點也有喔 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有什麼味道 喔 喔 好吃嗎 真的很好吃耶 沒想到就是醬油跟就是這個香草的 冰淇淋這麼大 就是有一種鮮甜甜的那種的味道 而且其實醬油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就是香氣而已 我覺得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很好吃 很多台灣朋友跟我說他們來到日本的時候 一定會吃烤豚子 為什麼 這麼好吃嗎 我來試試看嘛 いただきます 好酸喔 這一家蛋糕 除了經典的甜鹹醬油口味之外 最推薦的就是伊斯地區 很受歡迎的黑蜜漿了 濃厚醬汁搭配QQ的烤豚子 絕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小吃 好了來了 大家知道松阪牛是三種的特產嗎 我剛剛買了這個兩隻松阪牛串呢 那現在我來吃吃看喔 哇 嘗嘗 嘗嘗 嗯 就是 因為肉的品質很好嘛 所以是說簡單的調味 真的是美味 而且 越咬越有一種香氣耶 這個是不是我應該要去買啤酒啊 嗯 沒想到這邊可以遇到Snoopy耶 大家不覺得這個草很有古色古香呢 而且旁邊有漫畫主角他們的拍拍站耶 好可愛喔 還有十重點是大家仔細看喔 這個地上有Snoopy的腳印耶 也是太可愛了吧 連吃的也是都是Snoopy的造型 真的很可愛 然後我今天點的是這個 很冷氣的Snoopy的蛋保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這個是Snoopy的冰淇淋 跟這個抹槍拿鐵 我覺得真的可愛的 啥不得吃耶 療癒的用餐黃金 以及充滿特色的餐點 非常適合來這裡度過悠閒的午餐 店裡也有販售Snoopy的周邊商品 吃飽別忘帶個可愛的紀念品再離開喔 其實走這個老街啦 我有發現路上很多的毛的吊箱都很可愛 那邊也是很大隻的毛 找宅貓耶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 逛一逛吧 Let's go 你們有看過這間店找宅貓的嗎 應該喜歡貓的人是受不了嗎 太療癒了 而且天秀這間店所長的大概一間種類的早宅貓 果然是早宅貓專賣店 還有呢 這邊是有一個早宅貓籤 很特別吧 那來到這裡應該要好運帶回家吧 分享給大家挑選早宅貓的小知識 右手找剪菜 左手找人員 不同顏色也代表著不一樣的含義唷 Okage Yokocho真的太好逛 太好買了 好玩到捨不得離開 最後一定要到紀念品商店 調個班手裡回去做紀念 這樣才能完美地畫下主點 海牛他們幫我們準備這個新鮮的海鮮 新鮮 好新鮮 真的很新鮮 真的很新鮮 好甜喔 嚇到 嚇到我 這是整個都起來了 這個 好甜喔 真的很甜 是大海的味道耶 我現在來到的是三種線的頭髮 這邊呢 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跟海牛約了 這邊呢 除了可以吃到新鮮的海鮮 以外 跟海牛可以交流喔 大家知道嗎 在日本最多海牛的地方 就是三種線的頭髮 所以呢 就是不能吃到有特色的海牛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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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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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進來 離家就聞到滿滿的海味 這裡所有的海鮮都是新鮮不老 每一個都很新鮮的 那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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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有了 你也有了 80歳以來 我已經十一年沒有 十一年沒有 十一年沒有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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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有什麼技術 你怎麼會取得到 這件事 阿比 阿比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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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每年都已經做了 這件事 我已經做了 50年 你看看 這件事 很厲害 真是 好 好 現在 該製出嗎 對 我來吧 先給我 我先給我 我先給我 谢谢大家 刚刚他们说这个鲍鱼 是今天的早上特别去买的 哇 开动 新鲜 好新鲜 真的很新鲜 他们是烫火烤的 所以是有特别的香气 好像不用任何调味料 原本的海鲜的味道就很棒 母亲 真的很美味 真的 美味 除了鲍鱼之外 当然还必须品尝最有名的伊丝龙虾 柔子Q弹厚食 鲜味直接在嘴里散开 真的是太满足了 接下来海女们要向大家展现一段舞蹈 那我肯定也要一起变装加入他们呢 现在海女他们要舞蹈 所以一定要我也是一起跳舞吧 那我请大家 好 好 左边 对 你现在比我想象中 很难耶 我没想到这么难的 太好玩了 海女们非常亲切 又热情 一遍聊着有趣的话题 真的有种回到奶奶家的感觉呢 听说芝母帆岛附近的岛屿精光更有特色 日爱看海的狂热粉丝绝对会爱上 接下来就前往一四字某国家公园内 一羽湾中最大的岛屿 是咸岛 有时候渡家的时候真的不想去太多人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推荐给大家一种刷费的旅游方式 不用规划心间 在房间里就能享受一点点咯 充满历史风景的温泉旅馆 一进到大顶可以看到三层楼高的中顶花园 还有瀑布造景 而且四周都是玻璃落地窗 将海湾的景色依然无遗 既然来到温泉山里 话不多说哦 赶快去看看到底有多厉害吧 从来到 一定要享受 Kashikojima的最早的天然温泉 距离大海很近的露天游泉 大家一定会很兴奋 那进去吧 又是一般的 有点蓝颜色 温泉山里的天然温泉 除了能让心灵感到放松之外 对于身体上的肾经 肌肉酸痛点 也有修缓效果 感觉日常的疲劳都被治愈了 庭院露天完全可以调玩整个抑郁湾美景 不管日出或日落都有不同的风景 所以来到咸岛千万不能错过这么般的行政 我好喜欢这种的河洋式的房间 因为是一进来就可以闻得到榻榻的味道 我们日本人因为是从小一直闻这个味道 所以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很舒服 然后这个空间呢 我觉得这个空间很适合跟朋友家人一直聊天的 重点是这边大家看一下 这个床 然后这个风景很棒 早上起来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风景 以前听试心情一定是很好的呢 我听说这一家的怀石料理很厉害 以伊勅島的海鲜为主来做 然后每个季节呢 菜单也不一样哦 我受不了了 那我开动呢 我开动了 我开动了 收到伊勅島一定要吃龙虾嘛 哇 好大块哦 大家看一下 而且上面有金箔耶 我开动了 哇 好甜哦 吓到 吓到我 就是因为它们是海鲜为主嘛 那就接下来要吃这个三种有名的这个鲍鱼 这个味道有一点特别呢 就上面的酱料好像是浓淡的那种感觉 但是后来有鲍鱼的那个甜点的那种味道 而且它们的鲍鱼的这个咬筋是很好呢 哦 怎么那么好吃 啊 全部可以这个三种的鲍鱼です 本当に美味しい 那最后一定要吃这个高级的松阪牛嘛 来 来 哇 嗯 好烫 嗯 好烫耶 就放在嘴巴里边就入口即化 然后它有落着原味的原本的味道 嗯 很好吃 除了迷人的咸道 当然不可能就吃满足 还有另一个绝美度假天堂 点着各位去探索 太壮观了啦 整个度假吃都被大海围绕了 好像来到伊国的感觉 而且不只是屋底的海湾大景哦 这边还有是高级的住宿跟美式 但是 怎么可能不期待 我们一起去看看美道让人不想推翻的理由吧 看到阿国王的美景 好需要哦 而且我很喜欢这种木制设计的房间 因为给人家一种温暖又温馨的气氛 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呢 哇 这个床很柔软哦 一定可以好好入水 完蛋啦 我不想离开啦 住在这里一定可以好好放松啊 那边是第一届跟最后一届 是那个他们的头跟尾呢 是一个很大型的那个床户 从那边看到的那个风景也是超级漂亮 而且他们的位置也是 宽 也是很宽 也是都可以舒适的 宽到我自己以为是一个贵宾的那种感觉 他们有三下的两届的一个咖啡厅 然后那边吃个美食跟咖啡看风景 我觉得高级 又是高级 没有 没有 很冷 你们知道吗 芝末宾宾宾酒店是第四十二届G7高峰会的主办地 许多国家领袖曾经继续在这里 因此保留了隆重的历史痕迹 哇 好荣幸哦 没想到我也可以吃到G7的纪念晚餐 因为他们是要招待各股的总统 所以他们的料理都是使用 一些什么的三尖海味来做 看了百般就很精致嘛 这个是就是番茄跟就是海鲜来做的一个前菜 这个番茄怎么那么甜呢 而且有一点酸酸甜甜的 而且他们的这个好像是冰块里面进去番茄的味道 夏天也是很适合吃耶很好吃 那我来接下来吃吃看这个鲍鱼 哇 墨 哇 哇 准备哦 好厚 来吧 来吧 哇 没想到耶 好像吃肉的那种感觉耶 虽然是包裹油 但是真的是那种肉的感觉 哇 而且他们烤的程度也是很刚刚好耶 怎么那么好吃 那最后我来吃吃看这个甜点呢 这个上面是就是 orange的冰淇淋 酸酸甜甜的味道 然后这个下面的就是很冷的巧克力 它们的搭配起来是好像很协调这样子 然后重点呢 是不管哪一道菜 就是都是这边 在地的蔬菜来做 所以是很新鲜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加分耶 今天广有就是旅客专用的休闲空间 有越南市 听音市 也提供了点心与饮品可以自由享用 从甲板上 跳弯英语完美景 不论是白天的大海 还是傍晚的夕阳 在这里都可以随心所有的度过 这度假村让人不会一整天的无聊 里面有很多的游乐 我现在的游船出海 这样风轻轻的吹来 好像有一种电影的感觉 谢谢大家 这一次的关系主流 因为有了近铁电池的需求 让我开启了全新的旅游地图 三种线真的非常值得一番 虽然感觉再多的时间都不过晚 但就留一点遗憾给下一次的旅行 继续创造更多的旅途篇章吧 用这个近铁电池周游券五日券 真的很方便耶 对啊 你可以跑到三重线对不对 真的 就这样一路 五天全部都玩完了 而且是你第一次去三重线 对 其实我对三重的印象是 只有那个意思成功 其实去之前 那边有什么 我知道那边是蛮吓到的 有害啊 有伤 然后因为是从那个都市有一点距离嘛 所以是可以漫步掉的那种生活的那个感觉 就是可以很轻松的 对 然后大家以为是 很有那个传统的日本的文化 或者是传统的日本的建物 建物都是在京都 没错 但不是喔 其实三重那边也有这种文化啊 还有建物也是超级问题之后 我自己也是这一次去那边才知道 原来三重有这么多的日本传统的东西 我这些真的是很吓到 然后重点是 台湾人很喜欢吃东西嘛 对 那边的呢 海鲜 尤其是龙虾 真好厉害 第一次龙虾 真的看起来超新鲜的耶 超好吃 我真的是很吓到 第一次都没有那么好吃的龙虾 你这一生吃过最好吃的龙虾 你觉得就是在三重线吗 对 真的 你看他可以毫不迟疑地讲出这句话 真的 那你刚刚看他这整个三重之旅 你有没有觉得新一样 最想去哪 我都想去 因为我不瞒你说 我还真的没去过三重线耶 我去过那么多日本我还没去过 是耶 你看高智第一次去对不对 我人生只去过新北市的三重 还没去过日本的三重怎么可以 那这一次高智去 他还是搭了一个很酷的交通方式 也是观光特辑 島風 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特别 第一个就是他们有 里面有那个咖啡厅 对 然后那个咖啡厅呢 就是我真的很少看见这种的事 就是因为他们有三下的 两层的一个咖啡厅 上面是就是一个椅子跟桌子 然后下面是就一个沙发桌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好像自己以为 进去那个电影的感觉 很有feu 然后那边吃个美食跟咖啡 看风景我觉得 高级 又是高级 很安静 很安静 这一趟是灵魂跟那个高级不一样 对 真心灵的提升 然后呢就是那个 那个Shimakaze 第一届跟最后一届 是那个他们的头刚尾呢 是一个很大型的那个窗户 从那边看到的那个风景也是超级漂亮 那会不会大家都挤到那里 因为只有那里是景观窗户 对 我… 就是不敢讲的 可是那是对号座吧 对 是对号座 对是对号座 也是很宽 也是很宽 也是都可以舒适的 但是宽到我自己以为 是一个贵宾的那种感觉 对 你搭上去就是贵宾了 对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 在日本啊 你搭这些特辑 搭列车是不会无聊的 对 虽然时间长 可能你能做的事情好多 对 我真的觉得在日本玩啊 交通工具本身就是一个观光景点 对 对 就是已经是你旅程的一个部分 对 但不过呢就是我还是想要提醒一下 是 所以是 其实不能那个 今天的电车桌游券 对 不能搭的 还是要另外要买这个特辑 对 对 所以是大家一定想要 需要在晚日线约 然后再去那边是比较安全的 对 没错 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 大家要记得喔 不然到我以后才发现说 唉 我不能搭好可惜 他都说很Chill了 我一定要去Chill一下 你知道现在的人啊 现在旅游除了我们前面几集讲过的 就是你可能想要好好的观光 对 但现在有一种是要回归到心灵 就真的是放慢脚步去享受的 所以这次三重线 就很适合这样的旅游模式 对 我们刚才也提到像这个衣室字模 那艾瑞克这边 有没有一些其他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行程 有啊 因为其实我去过日本这么多次啊 有一个地方我就是一直没有去过 你看我去过 从南到北 冲城 然后什么三印三洋 然后九州 北海到关东关西 都去过了 对 我一直都没去过 所以我今年在2023年的时候 我就真的规划了一趟 属于我自己的四国之旅 对 其实四国它是只四个县 是 对 它其实很大 范围非常大 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只有赖乎内海 对 对 其实四国呢 它四个地方的特色都很鲜明 我自己就第一次去 然后就是自驾的方式 去了十天 把整个四国绕了一圈 所以四个地方 我觉得四个地方 我都帮大家准备了一个 他们特别有特色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你这次不是周游列国 你周游四国 对 周游四国 那第一站 我想要推荐大家就是 香川县 其实香川县是 日本乌龙面的发源地 对 你知道香川的乌龙面 真的很好吃 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宇治就会想到抹茶 你想到香川 就会想到乌龙面 那它的乌龙面真的是 你真的是路上看 随便一家都好吃 有那种人气的名店 每天都在大牌藏龙的也有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 行啊来在地人推荐的 像那时候我去这家 你看他们的乌龙面 其实很简单 就像这样食堂一样 是 而且他们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清糖乌龙面 像这家很特别是 它是汤头自己加 我们在加葱 加那个天布罗等等 自己喜欢的配料 对 加上去 然后还有他们日本很喜欢吃 咖哩乌龙面 对 超喜欢 对 超喜欢 我去了一家就是半夜 满满全部都那种上班族 下班族 他们就是来一碗这个 热腾腾的乌龙面 然后另外比较有趣的地方 你知道 乌龙面的日文是乌洞吗 乌洞 宝可梦 ポケモン 有一支叫做呆呆兽 呆呆兽的日文是什么 呆呆兽是什么 呆呆兽就是这一支 鸭洞 对 它的日文名叫做鸭洞 就是呆呆兽 所以你们知道 其实现在日本很多县市 就会选一支 宝可梦 作为他们的观光大型 有点像吉祥物那样 所以呆呆兽牙洞 就被选为乡村的代表 因为牙洞跟浮洞 听起来很像 对 那为什么 我今天特别想要介绍 就是因为其实在乡村这边 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 跟呆呆兽有关系的 比如说呆呆兽的 那个水沟盖 然后呆呆兽的油桶 那在今年呢 最新推出了 有一个呆呆兽的公园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呆呆兽的一些游乐室 是像Ruby 你有小孩 你就要带他去 真的 真的连爸爸妈妈带小孩 自己也狂拍 像这个就是可以跟大家 这是今年才有的 今年2023年才 刚刚新的景点 都很可爱 好有特色的公园 很有特色 那再来第二个地方 推荐的是爱园 那爱园其实呢 最有名的景点应该是 道后温泉 日本三大古老温泉之一 那道后温泉 它也是神隐少女 那个汤婆婆汤屋的 这个发源地 那个雏形 那道后温泉 它有温泉街 然后那条街上有各式各样 跟橘子有关系的东西 因为爱园县的橘子 非常有名 整条街都在卖橘子 天度超高 就像我刚刚讲 你可以有吃到什么橘子的冰淇淋 橘子的甜点 各式各样的 就像你说四国真的是很鲜明 对 你看光一个地方 就可以完成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高枝 高枝的话我就要推荐一个美食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鱼 对 我很喜欢吃生鱼片 那在高枝这边 它们比较特色的是 制烤煎鱼 对 煎鱼它们是用那个稻草 点火之后去炙烧 所以会有香气 对 对 然后撒上盐巴 里面还是保存生鱼片的口感 非常好吃 真的很棒 就很下饭 对 这是高枝 那最后我想要推荐大家是得岛 得岛又是另外一个地方 得岛这个地方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阿波舞 对 这个 我刚刚跟高枝 对 你知道 那有点同手同脚 不是 它就是同手同脚 因为那时候 它就是我去看这个阿波舞的时候 它们其实每年夏天 都会有一个阿波舞祭典 你就看到整条街上 人山人海都在跳阿波舞 但是我们平常去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这个阿波舞会馆去体验 你就可以跟它们互动跟参与 像我那时候就有去一起在那边跳 然后我拨在那个IG的限动的时候 就说你为什么同手 同手同脚 我就说它就是同手同脚 它的特色 对 它就是要这样 就要这样 你们好像一个团体 超可爱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肢体障碍 或是比较不会跳舞 像我是不太会跳舞 你很适合学阿波舞 在当地就觉得很开心 对 就很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 所以其实我这一次去试过 我就觉得 因为它们也是就是风景很漂亮 然后人也相对的 比其他的观光地方来得少很多 然后你就看到很漂亮的风景 然后每个地方有特色的文化 特色的温泉 特色的景点 特色的美食 对 所以我觉得四国也是很推荐给大家 哇塞 周游四国 真的 然后又还去了三重县 对 怎么那么好玩啊 真的听起来都觉得生力其境 对啊 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做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订机票 对 然后把周游券买好 买起来 这个最厉害的 对 最要记得 跟其妈她的一定要先预约好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步骤 然后等一下我就要去订了 下次换回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两位达人今天的分享 耶 超友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